人生如戏关键还看演技 各位好 我是黄河斌 今天是2018年的12月30号 新年的终生 再过24小时 就要想起了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 祝每一位观众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今天我们想也不要讲太多 特别恶心的事情 因为一说到这个片子 都是恶心的事情 我们也说点稍微 今天这个锅片子 好像又坐上了轮船了 坐上轮船呢 我估计呢 也就是沿海乞讨了 因为这个 讨到一点算一点 因为毕竟那么多债 堆在身上嘛 对吧 尤其是这个一亿元嘛 不过沿海这个乞讨 我估讨也不奏效了 我估计也就是到哪个地方呢 又要去研究这个世界风云去了 讨论这个联合国可能重大的一些视线 今天他在甲板上面 又吹了个大牛逼 说是他的美国朋友告诉他 川普准备要求中国要开展宗教自由了 那么一般是这样子 我们听到或者说是要公布一则 有关美国总统的一则 重要的一个讯息的话呢 他必须是有一些来由的 而且他也有相关的一个渠道了 比如说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呢 或者是总统身边的某一位重臣呢 或者是总统自己呢 在某一个活动当中发表 一般不会有一个红通贩来转述 这个我们一定要牢记了啊 所以郭文贵那些蚂蚁帮成员呢 现在也不如以前兴奋的那么厉害了 以前郭文贵呢 就是上个厕所啊 听到两个美国牛人讲 川普总统要怎么样了啊 马上还有那个样子吧 简直就是文革当中啊 梦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啊 文革当中红卫兵啊 拿到了最高指示啊 连夜啊 那种就狂呼 狂欢啊 那么郭文贵呢 现在等于就是一个川普 一传人统啊 川普有什么重要的讲话呢 一般都会通过川普啊 和郭文贵共同的朋友啊 然后来传达了 来传递了啊 那么我也知道 这个整个的地球之所以啊 现在还能够转起来 那主要是郭文贵跟上帝打了招呼了吗 不然的话我估计 我估计有点困难啊 那今天呢 这个郭文贵呢 还帮这个 我们这个新媒体平台上面 赫赫有名这个人渣级的 最不要脸的 一个东北老流氓呢 他这个好像据说是 因为他的推特名分很大 最后被被这个封号了呢 还是说被关闭了 总之呢 这个账号被暂停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待遇呢 基本上就是郭文贵的待遇了 这两个人呢 之所以账号被关闭 郭文贵也好 东北老流氓也好 那是因为人渣呀 天天在这推特 这种新媒体的平台上面 造谣惹事儿啊 然后呢 这个无端的去攻击他人 用秀底下下三难 秀底线的方式啊 把人类文明啊 这个人类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廉耻啊 扔在一边 这样的人 这样负面的典型 那不关闭 关闭谁呢 不过这个郭文贵啊 一看到哎呀 战友啊 好战友啊 账号被封了啊 然后又可能又弄了一个新的号 赶紧啊 给这个东北老流氓新的号给宣传了 有人可能有一些蚂蚁帮的人呢 尽管支持郭文贵 但是呢 未必支持东北老流氓 因为毕竟蚂蚁帮里面还稍稍有几个 读点书的嘛 最基本的一个做人的常识 还稍稍懂 虽然他们反对郭文贵这个这个这个叫大舌头 天天吹牛逼 但是呢 他们一直心思在资的啊 念资在资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啊 实现中国民主 他们对郭文贵还是有期待的 但是对盲流子这种东北老流氓是截然没有期待 好 那郭文贵帮衬东北老流氓啊 然后给他这个啊 传播这个啊 这个这个新推特的讯息 那当然有些人的看不下去吗 他都变成是二扎合一 二溜合一了啊 东北老流氓跟山东老流氓 河南大村片啊 合在一起了啊 这叫强强联手 天作之河啊 这个叫绿豆看王八啊 那么这个呢 其实叫物以类聚 只有这种渣 才会和那个渣 二渣才会合一啊 因为这个呢 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只有这二渣 合二为一的时候呢 他们的最后的覆灭呢 也就尽在眼前了 那么现在呢 其实整个的蚂蚁帮里面呢 充斥着一种特别失望的这种情绪 因为一方面呢 大量可以说是真的是用大量两个字来说 啊这个原来支持啊 所谓喜马拉雅的人员呢 现在都保持沉默 或者是选择默默的离开 这个简直到了一种 让我们都觉得有一点啊 微微壮观的这种程度了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郭文贵啊 他自己一路以来的表现 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文明人啊 选择离开他 因为郭文贵这个身上的那个骗局呢 应该讲已经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啊 触碰了很多人的底线啊 那么1120之后 那个一亿元啊 这个所谓的法治基金啊 在很多人的这个啊 心理的分量上面 他们看得很重 他们把他看作是郭文贵 最后的一个信用的一块石头 但是这块石头 现在落到了毛坑里了 还听郭文贵讲一亿元吗 他还敢讲吗 另外郭文贵的这个 法治基金独栋大楼 元月一号就要开张 现在离开张的时间 只有不到24小时啊 那么郭文贵现在 正在海上航行 他不会去躲这个日子 或者说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叫独栋办公楼 是建在海上的 所以呢 这个很多人呢 在事实面前 翻然悔悟 郭文贵他用自己的这种啊 可以说是一个灌骗的手法 导致大量那些 本来品行应该还算比较端正的人呢 一个个呢 不得不选择离开他 那么郭文贵自己呢 应该说是娘造了一杯苦酒 而这杯苦酒呢 现在啊 如果说还能够说是喝下去之后 能够登上喜马拉雅呢 那就是痴心妄想了 而且呢 人们从马贱这个案子里面 也就可以看到 郭文贵是怎样的去出卖了马贱 因为马贱的两千多万元 大家都现在都明白了 就是去年啊 国安部的那个高级的官员 来到美国之后啊 从郭文贵口中套走的 是吧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叫取证 境外取证 现在都明白了 是吧 所以郭文贵他自己也明白 马贱不是死缓 就是无期 但是呢 他在另 他在视频当中呢 另一节当中又说 哎呀 这妈妈没想到 攀这么张时间 所以他前后不移 他明明知道的嘛 是吧 郭文贵呢 他的这种 为人处事的这种做法 其实让很多人都不吃了 从马贱身上 从陈氏兄弟陈身上 从他以往所有和他合作过的人的身上 就看得非常的明了 好了 报假料还在继续 戏文贵还得努力 感谢大家的收看 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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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